現在繼續來看國會這款相關的法案 今天開始三行考慮 包括總統府 行政儀 立喚儀和感染儀四大機關 都把握時間申請失憲 民進黨立喚儀當團 今天在總條過界面的率領之下 告訴他上增申請失憲和暫時出婚 他來提出七大理由 共調說 要為民主法庭說 若白是非憲亂政 結果是應發到國民黨立委的批評 說行政儀的法議案不通過 依照規定就要接受 說民進黨無格調 無奉价 由立喚儀 民進黨團的總條 過見面創隊 創黨團的幹部 我需要謠欠中水雄 告訴法議憲法的法定 申請失憲以及暫時出婚 因為國會接管的相關法案 對總統率請到拜託簽署 立喊公布法案劉悠 今天正是信號 立喚儀滿 首發射件 憲法提將進入佳合併法 提將適用 列科模四個單位共同提出來事件文 這次是歷史的第一次 也希望是歷史的最後一次 協同婚姻 立喚儀跟檢察的四大機關 提出適限的切斷理由 包括管理婚立 適限管跌勢基礎 因為立喚儀署有重大明顯的問題時 應該算不好 這結法案裡面表紙又規罪 真實同意的管理上 卻看到管理婚立的關照 連喚儀 記者會開到一半就出現差距 因為前一天立喚儀頂警署 向這期公司的鑑識 這次 話題更深用行動修天 站在立民進黨團門牆口100公分方向來抗議 這樣子就變成丁少了嗎 那我們今天站在這裡100公分的距離 那我們就看看民進黨認不認為 我站在這門的中間是在更少 看起來 除了各位接管相關話案 適限的戰場 正在公封戰也動力進行 這是新聞的Youtube頻道